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紫棋不知道为什么节目组会让张正月和热狗一组 让邓紫棋潘伟伯一组 而偏偏让吴亦凡一个人 难道是因为不放心热狗潘伟伯的水平 所以再加一个帮手 我们无从得知 五位明星制作人里最有资格的其实当属热狗 而潘伟伯作为曾经比肩过周杰伦王力宏的人 也算有资格 张正月自立老 才华横溢也没得说 这三位大众都很认可 网上也没有人去抨击他们 而吴亦凡和邓紫棋两位年轻人则不一样了 网上骂他们的评论数不胜数 而吴亦凡可谓是从去年被骂到了今年 虽然吴亦凡很不被大众认可 但他却是几位制作人里面最严格的一个 特别是今年更是上演了史上最严 第一期节目60秒淘汰赛中 很多选手都是两组通过或者一组通过 而原因便是吴亦凡太严格 十格里面有九个不给过 对于吴亦凡的严格 网友们说法不一 有人说他是装深沉 自己的水平还不如很多学员 也有人说吴亦凡是负责任 是真正有态度的导师 真心为了说唱圈做贡献 吴亦凡虽然给很多学员不通过 但是每次他都会一一解释清楚 专业程度让很多人叹服 即使哪位学员被吴亦凡淘汰了 经过吴亦凡的一番说明 想必也是心服口服了 第一期节目吴亦凡 因给很多选手不通过 便渐渐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而在第二期节目中 一向严格的吴亦凡 却无意间打了自己的脸 在60秒淘汰赛结束后 节目进程到了freestyle环节 众所周知 freestyle这个题儿 就是去年吴亦凡带火的 一度成为了嘻哈圈的流行词 所以节目组也安排吴亦凡作为开场人 来给大家引出这一freestyle环节 而吴亦凡随口的几句freestyle 却被网友们狠狠的吐槽 有人说吴亦凡对所有人都特别严格 但是除了对他自己 也有把吴亦凡比作王语音 意思是什么专业知识都懂 但就是自己做不到 居然还有人土投吴亦凡是演唱实力不行 去年吴亦凡在中国有嘻哈带火了freestyle 这季中国新说唱也因为吴亦凡的严格 而收获了不少关注度 无论怎样吴亦凡都在为中国新说唱贡献自己 而节目也才播了两期 后面还有无数的精彩内容 我们跟随吴亦凡一一见证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 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发一发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 MING PAO TUNE